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的假的,太瘸了 而且它中一株还好 它十一株却中 五千五百块 喂,老伯,你好 我那个快乐包好像十一株却不中了 就说你打了不得? 对,就五千株备完吧 快乐八十五岁这个 哎,我看着了啊 好好好,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我先给父母两三百万 让他们享庆福 然后再修球场 就是养一个球队 今天一起猎球,打比赛 李宗盛,你喜欢看错了 不是这期的 如果前两期买的话就中了 哎,还有白高兴一场 猎球吧 1 1 2 3 4 16 17 18 33 34 35 36 44 45 每次出去踢球,踢不过别人的时候 有种挫败感 193 105 106 特别想哭那而已 132 133 34 135 162 163 164 165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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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6 106 107 107 106 107 108 109 1010 高度设施 因为又跟学哥学长们一起踢球 又可以学到很多技巧配合 那时候还真正理解足球 然后学校没人踢球就回家了 我听别人讲 村里有人怎么怎么说我 每天啥事也不干就玩 我在为自己感觉有所做我的事 在做觉得很好的 你总要去尝试一下 你不尝试 我们身在农村的可能一辈子 都只是当农村人的蜜蜜 我修了两个球场 花了八九万吧 我父母住的大概有两万多 半年的总收入 我肯定是想在足球上有你所做的 然后开始自己的计划 五年进职业队 刚开始一百多天的时候就有一场比赛去踢 然后因为当时还不怎么会踢 我踢不一边 特别想哭那一种 特别想哭那一种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在家捏很多技巧 但是在比赛当中就一舞出来 这就感觉很失败 我觉得自己踢球没啥天赋 成就达不了别人那种高度 有种挫败感 这一步的 当跟我们同一的职业机队里面的一比一 物误差很大一点 记得不好 没怎么拉过去 差太多了 失败肯定是正常不过 但是如果是当做无所谓的话 肯定你态度就有问题 你肯定还是要总结一下失败的原因 然后再加强哪方面再来 想得开 地球又好而已 我是吉弗拉玛 我爱足球 我想成为职业球员 之前没有太多了 在失败黄的人 我多少少不分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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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你能下注 其他的颱子 你还能跟着小时 那种人 跟着一天 下注 在太留心? 感谢观看